七本宇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,并被选派往北京劳动大学进修。 1950年毕业时正好中南海急需人才,他进到了中南海的政治秘书室,开始了见习秘书的工作。 据说1962年底,他从主席的阅读书目中,得知主席在餐和太平天国相关的书,自己便找到一些来读, 其中就包括李秀成字述,1963年写成了一篇文章,评李秀成字述,并同罗尔刚。